好 謝謝大家 我是講者Andy Chen 然後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就是 關於我從做專題到發論文這檔次 那在開始之前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江莊 Chen 然後畢業於中興大學之工系 然後現在在讀那個陽明交大的研究所 那我之前在中興的時候是NLP實驗室的專題層 那之前也當過GDSD的Coding 那我主要的研究領域有網頁的前後端 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 OK 那在這個議程開始之前 今天的同影片有開源 那大家可以掃這個QR Code 那待會邊聽的時候就可以邊看這樣 好 那我在這邊稍微聽一下 好 OK 看來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這是今天的目錄 我分成前沿然後先錄歷程 後繼以及QA 那今天主要就是要分享整個做專題 就是一年來的歷程 那就是 就是希望聽眾可能是大學生啊 或者是對NLP有興趣的人都可以 好 那首先是前沿 好 那這邊稍微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請在場是大學生的舉手 好 OK 很多 然後請有做過專題研究的人 手機去舉著 OK 那再來是請有認真做專題的人手機去舉著 好 好 還是有幾位 OK 好 沒關係沒關係 相信你們 好 那我猜也不少人就會抱持著說 反正我專題只要能過就好 那也不用太認真做的這種心態 但是這樣子真的好嗎 對 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要 來帶你們思考這件事情 好 那 再來就是分享我做專題這一年來的經驗分享 好 那 首先我們這個 中興大學他的專題是大山的必修 所以我們在大山的暑假就要開始先找我們的專題教授 對 那 就 一開始的話呢 我是先去 系上的觀望 然後看 這些教授有哪些研究領域是自己感興趣的 然後接下來呢 也可以就找學章界 打聽一下 有哪些教授比較推薦 或是比較雷 絕對不要選這樣 然後 接著呢就是 最好是先做好準備 再去找老師 對 因為 你至少要對老師的領域有一點研究 這才不會去到那邊 然後 就不知道跟老師講什麼 很尷尬 好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那個 重點就是要早一點找 因為 通常很熱門老師很快就滿了 所以呢 就是 對 盡快 盡快先找 先搶先贏 然後 然後 找這老師對自己 對自己 也是要看一點運氣 對 那找這 這個找老師對自己來說很重要 那像我是很幸運的找到一位 就是我自己 有興趣的領域 然後 也是很好的一位老師 好 那 接下來 就是暑假的時間 就開始 補充自己的背景知識 對 那 在暑假的時候就 自學 這個 機器學習 對 那我基本上就是把 台大李弘毅教授的影片 看了一遍 那 基本上這樣 就就就滿多的 對 那其他的資源還有像是 IT鐵人賽 上面有很多這種 AI相關的文章 那以及一些 相關的書籍 對 那我都有把連結留在這邊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點去看 好 那 這個機器學習 學完之後 再來就是學這個機器 自然語言處理 那一開始 從簡單的 Water Vector 然後 到後來的這個 Transformer 然後以及它的 BERT跟GPT 這些 對 那最後 是用到那個 Hogging Face 這一個 開源的這個模型庫 這樣 好 那 就是我在這個時候 也開始當這個 中興大學NLP實驗室 的研究助理 那 我 這個研究助理 總共做了一年 那這段期間的話 就是幫忙 實驗室的一些計畫 然後也會 一起參加實驗室的讀書會 跟Meeting 對 然後 就是 和實驗室的學長姐 混比較熟之後 之後 之後如果他們有聚餐 或什麼的話 就會 他們就會找我一起去 對 那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就是在這一年來 我學了很多 這種NLP相關的知識 然後 在專題上 如果 有遇到問題的話 也可以直接去找 學長姐請教 因為他們就是 專門在做這個NLP的 所以他們一定 最清楚 對 然後 研究助理的話 也是有薪水可以拿的 所以 就是大家如果 有機會的話 就蠻推薦大家 去當研究助理 這就是我們實驗室的logo 這是和我們實驗室的合照 好 好 那 到大三上學期的時候 就要開始 決定我們的主題 那 我們就是和 現在老師meeting 然後來 討論這個 專題的主題 那一開始 我們就是提出各種 天馬行空的點子 像是想做什麼 詐騙的偵測啊 或者是 假新聞 的偵測等等 對 但是因為這些都 就是太不切實際 所以最後呢 都被老師給打槍 對 那 後來是 讀了學長姐的論文之後 才在一塊寒假的時候 決定了我們的主題 對 那我們 最後決定的主題是做這個 英文科漏字的錯誤選項生成 對 就是 給一篇文章 然後他就會生成 這個科漏字的題目這樣 對 那這個也是基於就是 學長姐之前的研究 好 然後 呃 就決定好主題之後 我們在寒假的時候 就開始 申請這個 國科會的 大專生研究計畫 那 這個 申請這個需要繳繳一篇 研究計畫書 對 那 要如何申請上這個 包裝很重要 就是 就算 就算你覺得你的研究 不怎麼樣 但你也要把它包裝的 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這樣 這樣 成功的機會比較高 對 好 然後 就是 勸大家 可以早點開始做 比較像我們 變Daylight Master 就是 到最後一天才在趕工 好 然後 之後就是 慢慢等申請結果 大概會在 六月中的時候公佈 對 那 申請結果 申請成功的話呢 就會拿到一筆研究經費 對 對 那 雖然不多 但是也 不如小補 好 那 基本上只要你 這個計畫書表寫的太差 就是 依照我 就身邊的朋友 基本上 有申請 然後 計畫書表寫太差 基本上都會通過 所以其實是 蠻好申請的 對 那 也推薦大家可以去申請看看 好 那 最後 欸 再來就是 開始 實際做實驗 那 一開始決定好主題之後 我們也不知道要從 哪裡開始 就是 動手 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就是先 找老師討論 對 那 老師並不會直接告訴我們 該怎麼做 而是 給我們一個大方向 對 那我們接著呢 就會去閱讀 這方面的論文 然後去看看 別人是怎麼 解決這個問題的 好 那因為 那因為有很多論文要看 所以 我就是這邊提供一個 快速讀論文的小技巧 就是 我通常會先 看aptract 然後直接去看那個結論 那 這樣子 就是 這樣子看完大概就能知道 整篇論文的重點 好 那 如果是你需要的話 再繼續去看他的那些方法和實驗 那這樣子 就能幫你省下了不少的時間 嗯 好 然後 接下來的話就是 呃 就是 根據論文去 就是 根據別人的方法 然後去嘗試應用在 就自己的專題上面 好 那 那 那嘗試之後呢 就是 衡量看看這個結果如何 那如果這個結果是好的 就 把它留下來 那如果不好的話呢 就換個方法做做看 對 那就這樣 那就把結果 嗯 跟老師討論 跟老師討論 那就這樣子 做這個 就一步一步提升自己實驗的效果 好 那我們最終的實驗結果是這個 這個 CDGP Automatic Close Detracted Generation Based on Prechant Language Model 那 基本上我們的研究動機是 希望可以提升這個 克鬥制錯誤選項 生成結果的品質 然後可以實際應用在這個 克鬥制的自動出體 那我們 我們 得到的研究貢獻 是我們 提出的這個 CDGP 這個框架 它 可以得到 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那也是 首次 就是第一個提出 用這種語言欲訓練模型 的方法 那 我們經過實驗 這個CDGP也超越了先前的 這些相關研究 那達到了 這個State of the Art的成果 好 那 這是我們這個 CDGP 簡單的一個流程圖 就是 我們 會有一個 這個Candidate Set Generator 那 它是用一個 普通過的 Language Model 來 來去實作的 對 那 我們的輸入呢 就會是 一段文章 還有它的 那 我們輸入進去 我們得到的結果 就是我們的 Candidate Set 好 基本上就是 一串這個 錯誤選項的集合 對 那我們接下來會透過這個 Distractor Selector 然後 它是一個 這個World Embedded Model 那我們是用Fast Test 去做實作 那 就是 輸入剛才的這個 Candidate Set 還有 上面這些Input 然後 最後呢 它會 去計算 它的那些 單字的相似度 並且得到一個 分數 然後取分數最高的前三名 做為 最終的這個 錯誤選項 對 那我們 框架基本上就是 長這個樣子 那 細節的部分就不再 贅述了 好 那 這是我們最後的結果 就是 我們去 計算了幾個 那個 指標 然後 對 就有這個 這幾個指標 然後 然後 這是 sota 的分數 對 那 這是我們 這個 cdgp的分數 那 基本上就是 在各個指標 都是比 就是 原本的sota 來的好 好 那 那我也把github 跟這個demo的連結 放在底下 那大家有興趣的 也可以 去看看 好 那之後呢 我們也 就拿著一個專題去參加了 系上的這個 繼續專題競賽 還有 科技論文的競賽 那也都得到了 不錯的名次 好 那接下來就是 進入到寫論文的部分 那就是 因為老師覺得我們 的專題 成果還不錯 所以就 鼓勵我們 把它寫成論文 然後發表看看 對 那 對 一開始我們以前 都是用word在寫 但是 就 很難用 所以呢 老師就 要求我們改用overleaf 那 他是用一個叫 Latex的語法 對 那 一開始寫起來的時候 是很不習慣 但是 習慣之後 就會覺得他 很好用 因為他有那個 共同編輯 然後也有 就是 反正就是有一些格式 就會幫你 自動排版 的那些 功能 對 那 另外就是我們 之前寫的這些 那些 那些報告書 都是用中文 所以要把它翻成英文的論文 也是 就是一大的問題 對 那我們 也不能直接丟給Google翻譯 所以我們就 最後是請 老師有幫我們 協助做翻譯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 就是 就是我們當初在寫論文的時候 常見的一個格式 對 那 主要就是會分成 這幾點 對 那 摘要基本上就是在講 整篇論文的重點 然後 簡介的部分呢 則是 在講這篇 論文的研究的動機還有目的 然後 然後 related work 就是 就是在講其他人的研究 有哪裡是需要改進的 對 那 method的部分 就是 自己 是怎麼做 這一個 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 這個 experiment 就是你實驗的 環境 資料集 以及你最後的結果 對 那 conclusion的話 通常會強調這篇論文的貢獻 以及未來 研究的方向 對 那最後 reference的部分 就是要注意它 引用的格式 因為每一個 研討會 它 所用的格式都不同 那 這個 就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好 幸好沒有發生這種事 那 最後的話 是 我們 投的這個 研討會呢 叫 ENLP 然後我們 因為內容比較少 所以我們是投 show paper 對 那它的這個deadline 是 六月中 對 但我們一樣也是 當deadline master 到 前幾天還在趕工 好 然後 大概在八月底的時候 會收到一個 review 那這個review的話呢 就是會有 呃 三個reviewer 就是會 看過你的 paper 然後會 給出一個評分 和一些問題 那 那 那我們就會盡量去回答它的問題 然後 就希望它可以提高分數 這樣子 好 那 那 那十月初的時候呢 它就會 公佈 這一個 錄取的結果 對 那我們就在 晚上 收到一封email 那我們那個時候也是很緊張 那 打開來看 就發現我們的論文 有被 接受 對 就是下面這片 下面這一個email 然後 然後 因為 NLP它算是 NLP的 這個領域 的top conference 所以它的 錄取率其實不高 就是參考 往年的錄取率大概都 十幾趴 二十幾趴這樣 對 那 所以我們 原本也沒有抱持 太大的期望 那 當我們知道 就是自己上的時候 也很意外 對 那 那 因為我們 老師之前有跟我們說過 就是 如果我們論文有上的話 那它就會 帶我們一起去參加研討會 那我們一直覺得這個 夢想是遙不可及的 那沒想到最後真的實現 好 那 這個 1NLP 我們參加的那個研討會是 1NLP2022 然後它是在 那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 首都阿布達比 對 那 這應該是很少人會去的地方 那 要不是為了這個研討會 不然我可能一輩子 也不會去那裡 然後 研討會的話是在 這個12月7號到11號 5天 對 那 因為那個 阿聯它沒有就是 對台灣沒有免簽 對 所以就還要先去辦簽證 然後 因為 太久沒出國 那是疫情好像 3 4年沒出國 所以那個護照都過期了 所以就去申請 那個補發 然後另外 機票的部分 我們是搭那個直達的阿力眼球 那 來回大概要10萬塊 然後 住宿的部分也是 要自己找 那我們比較幸運的是 學校有補助我們機票和 那個 報名費 所以也是幫我們省下了不少錢 對 但是剩下的這個住宿啊 還有吃跟住的部分 就是要自己自費 對 那 那個 阿聯的話就是在波斯灣那邊 對 好 那 我們那個參加 ENLP的話是 12月5號的時候 就 晚上10點的飛機 那要飛 9個小時 對 那才在隔天的4點到 獨拜 然後之後要再搭 2小時的接駁測 到阿布達比 對 那這是當時候的照片 好那 那再來就是介紹這個 這種 ENLP這種國際的研討會 會有哪些 的 這種活動 那 他前兩天的話呢 就是主要是 Workshop 跟Tutorial 那這種就是 比較小型的 工作坊 那他就是會教你怎麼 實作一些 一些技術面的東西 對 還有一些 就是技術的教學 這樣 然後另外也會有這個 對 然後另外也會有這個 Poster 那這個Poster的話呢 就是 大家就會在一條走廊上面 貼出他們的論文 然後 這個作者就會 直接站在那個 那個論文的前面 那如果你 你對這個 他們論文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直接 問作者 那這種話就可以直接 跟作者 直接互動 來可以練習一個 英文對話 就比較有趣一點 對 那另外這個 Demo的話呢 就是 他們會實際 Demo自己的產品 對 那 這個 這個就是 可以實際看到他們的結果 所以是蠻有趣的 好 那 後三天的話呢 會是有 Keynote Aural Session 跟Exhibition 那這個Keynote的話 通常就是一個 主題演講 那通常是會請 NLP界的大佬 對 那像其中一場 就是找Hugging Face的一個 研究人員 然後 另外 這個 就是那些被接受的論文 就會在Aural Session的環節去發表 就是分享他們最新的那些 研究成果 還有技術 那 這個Exhibition的話 則是會請像是 Google Apple這些科技公司來擺攤 那就是宣傳他們的產品 或是招募人員 那也可以順便撐一些貼紙這樣 好那 這些演講 因為是國際研討會 所以都是全英文的 然後再加上 就是會有各國不同的口音 然後所以其實 呃 老實說聽不太懂 那 講真的 就 也學不太到什麼東西 但是 就是 了解這個 就是去參加那種研討會 了解最新的研究趨勢 然後感受整個 學術研究的氛圍 這個 這個 第二天晚上的話 會有一個叫 Welcome Reception 就有點類似一個 影星會 對 那他就是會包下來一個酒吧 然後提供食物跟酒 然後 大家就是在那邊 吃東西聊天交朋友這樣 對 對 就基本上也跟 就是跟Cold Cup的前夜派對 前夜派對的性質還蠻像的 然後 第四天晚上的話 會有一個 Social Event 那 這個的話 跟Welcome Reception 的模式其實差不多 只是規模更大 然後 他會請DJ 跟舞池 那外國人就會在那邊跳舞 很High 對 那 就在這個活動呢 也認識了來自 中國 日本 韓國 德國等各國國家的朋友 對 那 那 那 有 有很多人會擔心就是自己的英文不夠好 可能外國人 跟外國人講話會聽不懂 但後來發現其實這個擔心是多餘的 因為 基本上你只要會 簡單的單字 能溝通 就行了 好 那 最後就是 都跑去阿布達比了 那怎麼能 不去玩一下呢 所以 就是 假參加研討會 爭光光 好 然後就是有去 像是他們的清真寺 然後 就是沙漠沖沖 然後還有像是帆船飯店 中旅島 杜拜之礦 還有那個哈利法塔 這些景點 好 那最後就是 就是 在那個 如果你是要 你要準備推真的話 那 你這個專題的話 就會 對你來說更重要 對 那 呃 就是 要推真的時候要找 教授幫你寫推薦信 那如果你跟你的 就是專題指導教授 處得不錯 然後你的 就是表現也不錯的話 那他 就比較會幫你在那個 推薦信裡面 寫一些好話 那 書審資料 跟面試的話 也都一定會 放專題 那 所以你 一定要對你的專題夠了解 然後另外 不管你是 考試還是推真 那你上榜之後 要找教授的時候 就是 教授也一定會問你 論那個專題相關的事 所以 就是 你一定要對你的專題 夠熟悉 才有辦法 回答這些問題 對 那 雖然說 推真最重要的還是看 校名和趴數 但 當你校名和趴數 就這些條件都一樣的時候 就是 再來比的就是 可能就是專題 專題能夠幫你 加不少分這樣 好 那最後後繼的部分 呃 好 那我們回到 最初的問題 就是專題到底要不要 認真做呢 那 我覺得 是要的 就是因為 就是 在我們大學期間 大部分的課程都是 單方面的 接收知識 那 只有專題研究的是 大學時期 比較 就比較難得 有自己發現 思考 並且解決問題的機會 對 那 這個 無論你未來是否要繼續讀 研究所 這個都是你未來一生 必須要具備的能力 好 然後 然後大學 因為大學大部分課程都是 一種通識科目 像是資料結構演算法這種 但是因為研究所呢 它會 更 精通在一個領域 所以呢 可以趁著專題這個機會 來探索 自己比較有興趣的領域 那才不會研究所選錯的領域 然後 又再後悔 然後 就是 呃 如果你是 已經決定想要讀研究所的話 那也可以 趁著專題的時間 去 多去實驗室逛 然後和實驗室的學校界 聊聊 那這樣子 你會更了解 實驗室在做什麼 對 那你才能知道 就是 研究所是不是真的你想要讀的 那 最後就是 如果 呃 你跟專題指導教授 混得比較熟的話 那你就可以 從老師那邊 得到比較多的機會 像是研究助理啊 或是實習等等 的機會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最後就是 如果你的專題 做得不錯 有一個成果的話 那如果可以發論文 並且去參加研討會的話 那這就是更好的事 好最後就是 專題對你的推薦 的推薦性 書審 還有面試 都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對以及最後就是 你不管是要推薦還是考試 你要找教授的時候 就是他們一定也會問你專題的問題 所以專題呢 就是還是要認真做才行 好那最後要特別感謝我的專題指導教授 還有范耀忠老師 就是感謝他們在我專題的時候 給了很多幫助和建議 然後還帶我們一起出國 真的是非常感謝 好那另外一個是 我的專題好夥伴 黃思震同學 好那他現在就在台下 那我很感謝他 看我一起努力做專題 然後也一起陪我出國參加研討會 對那 我知道我今天運氣特別好 因為有他們的幫助 就才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 那我今天分享這些經驗的目的 主要就不是為了炫耀 也不是希望大家就是學我 那只是希望能給正在做 或者是還沒做專題的這些 大學生一點鼓勵 好那最後送大家一句話 專題認真做出國不是夢 謝謝大家 喂 好我們謝謝Andy江的分享 那現場各位有沒有想要提問的 剛剛有說到 呃推真其實第一個看起來是 不要不要不要 是校名跟趴數嗎 嗯 啊如果是專題的話 有時候一定會遲到一些時間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堅固的話 你覺得會是哪一個優先會比較好 嗯 老實說還是 就是趴數比較重要 對 就是如果你曾經能夠維持的話 對 就可以再多花一點心力在 專題上面 對 好還有人要提問的嗎 好好來 好那個那我想知道做專題的那個選擇的領域 呃是不是很影響到你專題的高度 就是最後能走到多高 就是像你選擇NLP 是不是 呃包重程度也是因為NLP這個非常好發展 就是能夠比較能施展全教 嗯 對跟領域是有差 但是我覺得也是跟 就是教授還有 嗯 最主要還是你選的題目啦 就是如果你 你能選到一個就是有創新性 比較有 呃發展性潛力的題目的話 那其實 我覺得無論是什麼領域其實都還會 都還是會有蠻好的發展 對 因為其實 各個不同的領域都一定有 他的研討會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也不一定 不一定限定於某個領域這樣子 謝謝 對 喔還有人要提問的嗎 喔沒有 好 那就謝謝大家今天的聆聽 那如果會後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可以 透過底下的方式聯絡我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邀請我們的Andy江江哲爾 與我們的會中一起拍照 那我們由我們的攝影組 一起來坐在一位 可以 在哪裡 好啦拍了拍了 好 謝謝大家參與 那 根據官方說明 我們在 欸 今天的4點10分 然後 地點在 RB105教室 RB105教室 有一個 主義成鬼 有prime session 也就是邀請講者來 是講 關於 writing a technical book doesn't have to be scary 就是一個 呃 就是一個track 那也就是在4點過後 還有一場 主義成鬼可以去參與 那 好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與 學生社群大戰鬥 那我們今天議成鬼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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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